漫漫人生路 何處是歸途 千年輪迴成遠處 苦中不知苦 法輪天的笑 苦 苦 非常歡迎又來到我們維生有生素系列 那我們今天新的一個階段 就是大覺醒時代 我們稱之為大覺醒時代 那我們今天來跟各位講一個 大家應該非常關注的一個主題 叫指衛生人在台灣 這個主題在我們前面 我們在七年中旬 我們前台行為 維成國際在前台行為講座裡面 也有談到這樣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這個指衛聖人的事情 我想台灣有好多朋友 實際上也應該都遇到了 遇到這個所謂的指衛聖人 自稱是指衛聖人的這些朋友也不少 所以各位周邊裡面 也許也會碰到很多 類似這個指衛聖人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特別來講 指衛聖人在台灣 事實上是因為 我們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 我們希望來讓大家 這個媛樂聖人真的已經下來了 這個媛樂聖人真的已經下來了 否則這些古聖先賢 古聖先賢 這些東西方的議員 這些先知議員 這些節者的議員 怎麼那麼巧 都已經講到指衛聖人 指衛聖人的出現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把這個目標主題 用到這個指衛聖人身上 而且這是在台灣 這事情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以中途 中國這邊來講 整個我想這個改朝換代 帝王出了很多的 這個所謂的類似紫衛星 紫衛星這樣的真龍天子 那我想這個都是有相當的典故 我記得去年 記得前年 2017年11月的時候 黃河水清 當時就好多人在講真龍出世 這個議員中也確實有講到這個 那我想當時一路過來到現在 也其實很多的這種蠻閒的閒機 事實上這些天機其實也都被打開來了 我們陸續也都有講到很多的議員都提到這個 當然我們過去都比較重視 前面直接談到這個米勒聖人的出世 就是超出法米勒聖人出世 然後現在我們換個不同角度 我們今天用指揮聖人 在台灣這個角度 我們想把這個天機 再從不同角質來為各位打開 那事實上這個我們先從就比較最近的呢 最近呢 最近當然就是這個華尚金剛上司 華尚金剛上司他的一個議員 在議員 有講到這個美國 美國有一個珍妮 就是那個先知議員珍妮 其實他這個美國先知真理 他其實有看到這個東方的一個偉人 在1906年前後誕生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那他這個人呢 會更新這個世界 他將會使全體人類 在一個包容一切的信仰之下 結合成為一體 我想這樣的一個議員 應該是全球人類應該非常非常重視了 甚至他 他雖然在1997年 這個就離開人世了 可是他最後留下一個還蠻大的議員 除了這個所謂的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以外 還有講到這個 這個偉人在2019年 他的力量將會怎樣 整個變得非常強大 那當然今年已經是2019年了 各位當然可以再看看 好 看看倒是怎麼一回事 那這個法杖金剛上司 這個是元傑宗 這個 零馬派的這個 宏教零馬派的這個 這個 這個元傑宗 當然這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法門 他這個法杖金剛上司 他曾經也講到 他議員到說 美國先知真理所議員 1996年前後誕生的 宗教救世主 已經出生在台灣 此人將諷天意 創立一個新的門教 將來全世界的人 會陸續逐世歸此宗教 這個法杖金剛上司 自然這樣直接的講 哇這個一個上司 一個金剛上司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在看過很多的這些宗教上司 從來沒有像法杖金剛上司 直接就講 講到這個台灣 竟然出了一個全世界的宗教領袖 哇這不得了 那台灣其實這是很大的一件 非常榮幸的事情 所以甚至我們也稍微 預告了一下 所謂的萬國朝宗 萬教歸宗 萬法歸宗 這個一個一個未來的啟示 既然世界宗教領袖在台灣出生 這個當然引起的震撼太大了 尤其我們台灣的這些宗教界 佛教界這麼多的這些 這些所謂信徒們 他這個能不能接受 這個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個如果是一個宗教 救世主已出現在台灣的話 那其他各宗教 現在目前有要做什麼準備呢 包含這裡 這不只是所謂的佛教徒 我們這個西方的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包含悔教徒 這些所有這些東西方神信仰的 這些教徒 心裡是有一個準備 就是即將來這個 一個統領全世界 這樣的一個宗教領袖 將已經這樣出生在台灣 這樣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 這個美國先知真理 還有這個華藏金剛上日 這兩位呢 其實也是我們近代在百年裡面的 兩位這個所謂的這個先知 這樣幾個截者 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意告的這麼一件大事 那就是要看大家的悟性 說實在的 我們身為如果一個修煉人 事實上各位不要去忌妒 說哎呀怎麼會有一個 比我還高的人會出現呢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 這個一三比一三高 這個其實真人不落相 這種事情修煉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歷史上是怎麼安排的 所以其實我知道過去 創始祖曾經 告誡大家的一件事 對修煉人呢 告誡的一件事 就是要把心胸打開 不要去排之刃的同修 那會把自己的修煉的路上 堵上 會把自己的修煉的路堵上 修煉人最重要的是心量 因為心性的高低容量的大小 代表自己的層次喔 那如果說這容量容不了別人 那其實不用修囉 為什麼那麼嚴重 其實很多人 沒有經過這個修煉的這個歷練 一下子可能跳到這個 說的很高的法中去修的時候 事實上有些東西是 銜接不上的 那個悟性拉不上來的時候 常常會用人心去衡量很多事喔 記得創主曾經講過一件事 就是說你所見的人 你都必須要去救度 這就是一個打開修煉的容量 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喔 那我們今天來談到這個子威聖人在台灣 我想身為在台灣的朋友 應該是相當相當榮幸的一件事 是不應該去排斥這樣一件事喔 當然這個我們前面也跟各位介紹過 那個所謂的我們中華民族的血脈 其實歷史安排血脈呢 就隨著蔣介石先生呢 帶到台灣來了 所以整個中華民族最後最後的血脈 最後的血脈 確實就已經落地生根 在台灣這個地方喔 所以這個很多的整個的景象 這個隔節也好 整個背景因素呢 事實上都已經集中在台灣 本來中土文化呢 整個世界的中心呢 這個一個中心就是中原地區呢 它其實一個生命中土的一些生命的源頭 其實就在中國這邊 但是以這個歷史的安排裡面呢 這個就是整個在中國大陸被刺化了以後呢 事實上整個的整個中華神傳文化的文明呢 整個就移到台灣來了 所以台灣的這種歷史的地位呢 逐漸已經達到一個相當大的位階了 可是大家可能還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就隨著社會呢 人嘛 活在人世間中 這社會上的動亂也好 幾幾多的很多的事情呢 其實在迷惑了大家 讓大家不容易看到一些天機在運轉 只要記得去年 記得說那個所謂的 他報告那個所謂的那個颱風的情形 他覺得說很訝異 怎麼台灣呢 這颱風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台灣呢 一二十個的颱風呢 到台灣的這個旁邊就溜走了 不是跳過去溜走了 或直接就消失掉了 這個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過去還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我想這也是其中之一的險機 那近代比較重大的事情 其實我想創世聖人 曾經在1997年11月15號 親自到台灣來 他其實來台灣 他打開他那個 他這個所謂的 宇宙政法的一個天機的先告 在台灣先告了宇宙政法的天機 然後在台灣呢 讓整個台灣呢 遊走來看了一下 那在日夜壇 他寫下一首詩 由日夜壇 一潭明湖水 陰霞樣幾灰 生在亂世中 難得獨自眉 這個其實 這個日夜壇就是明壇 那我們順便講到這個紫薇新明呢 其實相關的關係 因為特別圖 確實是有提到這個 第47項的紫薇新明 那其實我們就從這個先知 美國先知珍妮 法杖金剛上司這邊呢 好 我們拉到一個比較近期的呢 那也是講到這個 米勒夏世明王初次這個 那直接點名呢 這就是紫薇新的 就是一個香港1933年的武侯百年簪喔 當然這些很多的這些議員 有時候他整理的資料出來太多了 那我們今天就再錄 他直接點到紫薇新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少數的這些 這些詞記呢 各位比較容易很清楚的看到 那我們 我們有把這個所謂的1933年香港的這個 武侯百年簪的議員呢 把它整理出來 就這麼幾個段落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 就講到這個所謂的 中正記呢 好像被更名為自由廣場的 這件事情呢 整個啟動了這個所謂的 聖人出生在南方 這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武侯百年簪的一個段落呢 跟各位呢 稍微描述一下喔 太陽曾激烏雲獸 萬國低頭敗米勒 自亂回簽有定時 更術生之為世期 聖人新出現南方 紀念化為公正堂 此時國此一取消 四海生平多吉兆 田間再出華盛頓 造福人情是真命 此人言是紫薇新 定國安民功德盛 職中守依定乾坤 微微蕩蕩西遙順 這個很明篇呢 就講聖人新出現在南方喔 然後田間再現者 出現的是華盛頓呢 這個就是此人言是紫薇新喔 那這個上面呢 其實他講到的是一個彌勒 萬國低頭敗米勒 然後彌勒呢 下是冥王出世紫薇新明呢 冥王出世這個是相關的 那其實我們在推背圖裏面 有提到這個第44項 中國已經有聖人 其實這裡有兩個人 一個老人跟一個年輕人 事實上第44項 推背圖第44項 這個1300多年前 李存鴻其實也就早就看到了 看到什麼呢 看到這個雙魚氏族出現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的雙魚 馬英九的氏族出現的時候 中國軍的聖人事情就會炸開來 所謂炸開來就是說 普遍將會被別人 被一般的老百姓所看到 過去的天機都隱藏的隱藏 到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炸開來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一定會啟動 他在啟動的時候 這個天機就整個炸開來 那所以這邊老人家第44項的老先生 坐在椅子上 然後站在前面的這個背個弓箭 我們說過弓箭代表台灣的形狀 美金至西來的時候 這個美金形容台灣 美人至西來朝中日劍案 長公在地唯而不唯 長公在地就是他形狀像一個台灣 其實美金形容台灣就是美國人自西方來 這個就是這個一眼中的熱氣 就是說你在解這個天氣的時候 你會恍然大悟 你會拍案叫解 你說哎呀 終於猜到了 然後他連貫性拉到這個 這個第44項來的時候 這個弓箭呢 背的弓箭就當然是年輕人 就是出生在台灣的年輕人了 那以彌勒夏至冥王出世來講 這個兩個人就是印證的我們來講的 彌勒夏至冥王出世 那各位知道馬錫會 這個第44項的所謂的雙語士族 這個馬錫會的一眼中國金的聖人 那這我們在40項他們推到這邊 用五個項來講的就是龍華三位 第40項開始算了就是龍華三位 那龍華三位開始呢 當然就是彌勒嘛 彌勒夏至才有龍華三位 彌勒夏至開始龍華三位 一直到第44項就是所謂的 這個彌勒夏至冥王出世的天氣 就砸開來了 那各位看到這個五佛百年詞 又講到這根數甚至為世期 這個世期呢 各位可以把它看到 第推背圖第44項 當然這五佛百年詞 是比較近期一百年的事 其實很多的議員 古聖先賢留給人類最重要的議員 都在哪裡 都在近期一百年內發生 因為聖人已經傳法 已經下世了 就是彌勒聖人要下世之前 這些天氣通通要布局開來 古聖先賢之所以這樣安排 都是有一定的程序 未到這個聖人下世的時候 你出現的這些議員 這些東西都還是沒有人知道 而且他的力道要等到聖人快要下世 才可能打開 所以他這個五佛百年詞 1937年這樣就秀出來了 出現在香港的這些報紙上 都看得到了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根數甚至為世期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是 特別圖第47項 那第47項講到什麼 煙舞修穩子為興明 庇物有責義文為平 無王無帝敬天坤來自田間第一人 好吧 就書多讀到一言一出 見英明 這個就是龍家子弟 龍村的子弟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煙舞修穩子為興明 就只會點到子為興了 子為興明就是所謂的 然後末年末年的時候 其實這個南北朝這個出境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 借用彌勒出世的天積來講 來招攬群眾、起義、農民革命也好 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歷史上本來彌勒華門是非常興盛的 連這個唐朝他這個所謂唐三藏瓦斯都是非常重視這個 那後來這個怎麼講 都是因為這些這些所謂的作亂 假借這個彌勒的名聲 結果把彌勒華門都被官方給這樣抑制下來了 那實際上這些的這些天積 之所以被掩蓋下來 法門被掩蓋下來 他當然有他的一定的歷史上的安排 不想讓這個世人太早的這樣進入那個狀況 所以後來被期待就是所謂淨土法門 事實上彌勒的法門其實他更這樣更殊勝 更殊勝 怎麼講呢 稱彌勒名 在臨終的時候就可以彈指往多塞宴聽彌勒講法 同時隨著彌勒下次還得到 彌勒傳出的是佛成大法 所以釋迦摩尼佛把他的弟子全部留下來 一定要等彌勒出世 當然絕對不配讓各位等到五十六億萬年 這個就是一個玄機 各位一定要非常清醒的認識到這個 接著早就看到了 時空一定會移到五十六萬年後 沒錯 但是這個一定是要最後的天積有聖能 彌勒聖能本身來破解 就是宇宙蓬重整個膨脹爆炸 沉住外面的末末末節 宇宙的整個非常非常森嚴的核心本來爆炸了 這是龐大宇宙大不可惜的宇宙的沉住外面的最後的劫難 所以才有千活靈王萬主下界 創主帶著千活靈王萬主下界來 一直到人間 就創了三界造了人皮 讓眾神穿著人皮在人間開始歷練 然後準備幹嘛 為了挽救宇宙不要再沉住外面 所以創主帶著千活靈王萬主下界 現在人間的每個人幾乎都是流露世間的王 不是國王 是天上的法王天主 所以近期我們在講到跟各位講到這個萬謀萬佛之佛下來 還有那個喊的這個主 你終於醒來了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都講都是在講到各位 那其實指揮聖能比起各位的來歷 那真的是小物見大物 各位的來歷高到不可思議 只是人間這些人間這麼這麼小的這些成就的人來講 其實不能比 比起各位的整個的宇宙間的那種位階 是不能比的 但是批著人皮整個輪迴轉世過程 大家都忘了自己是誰了 所以現在我們圍成這樣一系列過來 就是解天機的方式 不管在展覽 在這個所謂的行回講座裡面 把我們在YouTube YouTube這邊各種的這種系列的講題 各位來主要是來引導各位從會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證實到你到底是誰 為什麼千火靈魂萬祖下界 連這次我們講指揮聖能在台灣也是同時會跟各位點到這麼多的議員都講到這個所謂的尼勒夏之冰王出世 所以指揮聖能在台灣在這個所謂的先知美國先知仙尼 當然他只講東方 可是發生金剛上次就直接點破了 當然他之前也是知道說珍妮 美國正妮有點到這個東方聖能出世 他直接看到了這個台灣出現了 就是這位正妮講的這個所謂的世界宗教領袖 那其實不管這些名詞怎麼樣啦 這些議員怎麼樣 今天大家還沒有看到 如果說真正有所謂的指揮聖能很簡單 指揮聖能他一必是有所作為的 也他我想應該是跟這個彌勒有關係 就是彌勒傳法他應該是一個德法的弟子 所以前面跟有好幾位自稱是指揮的朋友 其實有時候有見面 也有在網路上這樣交流 其實上我都諷天 各位趕快去找到這個創製法 彌勒聖能 你要找到彌勒聖能 你的指揮心的這個夢想 你才能夠實現 也就是你必須是一個德法的弟子 你得的是什麼宇宙開天霹靂造化宇宙的法 就是千活靈往萬主下界要來人間 就是要得到這部宇宙大法 才能保證自己的世界天體不至於毀掉 或者這個非常龐大的自己的世界 下面還有層層層的宇宙的不同空間的 這些世界的這些佛啊神啊太多數不盡了 因為各位不太能明白自己到底是誰的時候 有時候講的太快啊 各位可能一下子轉不過來 各位一定要定我們的這個頻道 同時趕快回到我們前面去 有講到很多不同角度的 各位可以點進去看哦 在Youtube裡面呢 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嫌棘都藏在其中 這個絕對是為各位安排的 整個為了打開自己得到這部宇宙根本大法 這個就是各位的回家之路了 那我們這個接下來呢 這個前面講到先知 美國先知真理 還有這個法戰金剛上司 還有講到物侯百年章 講到推背土 那各位呢 談到這邊呢 是否是不是已經非常明白說 哇天啊真的好像這個指揮性真的出生在台灣哦 那事實上還有一份資料 這個是也是在馬錫會出現了 2015年的一百年前 這是我稱之為劉伯恩的百年一言十卑 百年一言十卑 他如雷冠哦 為什麼一百年前的這個一言十卑如雷冠呢 因為他同時講到米勒的出世 出生在哪裡 什麼時候出生 出生在什麼地方 以什麼為姓 他講得太直接了 這一百年前的一言啊 這個劉伯恩的一言 整個十卑在山西被挖出來的時候 竟然直接撿到米勒透西袋 顏護體的什麼中天中國 中國的什麼 中國的金雞木 金雞木 中國變成金母雞的時候就有金雞木了 那金雞木後來發現了也就是 釋迦牟尼一言中的刺頭木層 就是翅膀的頭 這是一隻紅黃的頭的眼睛 所以在網路上就出現了一張 這個紅黃金苗圖 在中國的地圖上出現 出現的時候不得了 一看到眼睛恍然大悟 那個地方就是刺頭木層 就是長春 所以呢 虎兔之年到中天 虎兔之年 大概1951年 兔年 木兔之年到中國 以木子姓 木子 十八子 李 李 木子李 所以這個 劉伯恩的百年一言 其實每次看到這份的資料 我把它做成卡片 其實非常 我們都非常震驚 其實講得太直接了 這個真的 如果你是真正一個有心的人 真的是一個修煉的人 是一個真正求道的人 真正要往上羞恥的人 你看到我們這樣的一言 各位應該想辦法去找到彌勒聖人 因為他在人間已經開始傳話了 從老水環巢的時候 他從燒餅歌裡面又講到彌勒出世 幹嘛開始傳話 彌勒出世不出現在試驗中 也道觀中 也不在皇宮中 不衰高官顯貴中 在寒堂 這個寒色草堂中出現 所以他出現的時候 逢傳他的宇宙跟門大法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不出家的 他一樣起七生子的方式 為了救度 為了普渡全球的人類 不會陷在任何宗教系統裡面去 那這個劉伯恩的百年一言 特別講到什麼呢 他其實那個所謂的彌勒佛 法正乾坤地展前謀 楚惡道中天恐眾生不幸 然後講一些 也非常很有意思的技術 但是重點 今天跟各位介紹到彌勒的這個 這個十倍一言 劉伯恩的十倍一年 百年十倍一言 講到彌勒之外 其實還講到特別講到下面一段 我練給大家聽 就是指揮聖人的事情 這個指揮做大地 十方百國法輪非 驗身載道十線滿 華子歸十方天國 回頭則在地為人 在岸者同登十萬八千世 而是彌勒佛從中燦爛淺笑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 怎麼講 這是很難 令人難過的事 因為人真修 其實是彌勇修 其實這一眼的這些職人 已經看到這些修煉的法子中 有太多人沒有跟上 所以在地為人 地上法子要問天積 彌勒佛也不可說不可說 其實人中因為宇宙正法沒有結束 所以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個機會 微神在這裡一直一直想辦法的 打開各種天積 安排了各種的不同的角度來看到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的這些一眼的天積中的 聖人出世的事情 也方便大家當作一個攻擊 一個華氣這樣拿出去 整個去分享給全世界的朋友們 這個就是微神陸續用了非常多的講座的標題 還有很多的圖片 從非常多的角度中來告訴大家 聖人已經出來了 然後實際上是指揮姓明 這個還是一件很隱密的事情 其實沒人敢講 沒人敢講 其實事實上很多的 其實連他似乎是迷了這件事都不敢講 所以世人其實你要知道 彌勒聖人到底是在洪傳什麼樣的法門 各位可能就是會非常震驚 但你知道會震驚 怎麼會這樣 你早就知道怎麼可能是這個呢 是一個氣功的名字呢 不得了 我們講到燒餅歌 還有這個燒餅歌 非常重要的燒餅歌 奇怪呢 這個燒餅歌 也講到彌勒夏是沒錯 未來佛就是彌勒佛 這個講的彌勒夏是 那彌勒夏是什麼時候開始洪傳大法呢 他是在老水環巢 老水環巢什麼時候 老水長壽的水 我們前面都跟各位講過了 各位如果沒有 我們先用簡單計畫把它帶來 這個老水環巢 老水長壽的水 長壽的水 就是韜字嘛 胡錦濤的韜 一查就知道了嘛 你看啊 胡錦濤在西藏做世紀的時候 回到北京準備接班到1992年 1992年老水環巢 然後後面講到呢 所謂的天上的諸佛諸主 不管天上的佛啦 你的佛國世界一樣 你多高的佛一樣 不遺經限之路 難度此絕下的國位 我們在地球上披著人皮 我們講這個所謂的 天上的諸佛諸主呢 這個所謂的不遺經限之路 如果沒有遺到這個 彌勒聖人傳的宇宙根本大法呢 不遺經限之路 難度此絕 你這個宇宙天體的沉住外面 是跑不掉的 就是你身體全部的所有細胞層層空間的身體 全部都是沉住外面的這些因素 這個物質因素在時間 時空最後的炸掉的時候 你當然再截然好了 所以前面會跟各位講說 你不用去希望極樂世界 因為那世界在截然中 不管多高層次的世界都一樣 其實人類只能聽如來以下的話 所以釋迦摩人不問之說 阿彌陀世界給各位有一個信仰活 有一個希望 這是很好的 可是現在末末末節的最後 現在目前講聖人已經傳法 出世傳法 各位要馬上驚醒 馬上要跳出來 趕快去找到宇宙根本大法 當然是宇宙根本大法 前面都跟各位介紹過 就主要的那本書就是轉法輪 各位去找到金黃色的皮 金色的日的轉法輪 三個是轉動法輪 乾坤正的轉法輪 你找到它的時候 天機就打開來了 你真的要親自看到那本書的整個細節 看過一邊不一樣 看過兩邊不一樣 你海外講話 趕快也同時網路上可以下載的去看 這樣的整個天機打開 就是我們今天 微神講的各種不同標題 不同的項目 就是要起悟大家 真正的喚醒大家 神的這一面 你能夠真正的明白 真正的宇宙根本大法 已經在人間洪傳了 創世主義以來 以彌勒之佛城傳這個宇宙根本大法 所以也被稱為彌勒聖人 所以因為他為宇宙的承擔到不可思議 也為眾生耗盡了他的一切 一直走到現在 從華國遺言家諾查詐瑪斯的 復活節一遍 就是講到這個東翁聖人 鼠兔東翁聖人 劉伯恩講到 虎兔之年到中天 以暮兔之年 出生在中國的荊棘暮長村 所以華國遺言家500年前 也看到這個聖人為人類承擔了一切 所以整個龐大宇宙天體 所有的神都稱讚這位 為世人承擔一切的 這個大絕者 稱之為無能聖 所以才有所謂的彌勒 彌勒尊者 彌勒聖人 整個被宇宙的眾神 尊稱為無能聖 這這樣的名號出來 那整個神傳的一個信息 它是有原因有背景的 各位當這些背景都打開來了 一定跟各位也有關係 所以今天大家披著人皮在人間 在其實在等的就是 這個創世主的這個宇宙根本大法 因為宇宙沉住壞美 宇宙任何東西誕生以後 它在一定時間發生了變異的時候 以下很多的生命都是沉住壞美 龐大天體被撞出來 就是有沉住壞面的性質 那現在創世主慈悲意念 沉沉下走的時候 它就會挽救這個宇宙 不要再沉住壞美 所以它傳出宇宙最根本的話 去更新了這個宇宙 但是更新裡面 不是這樣就把整個 舊的宇宙炸掉了 是珍惜了這上面的非常多的生命 這個裡面的光榮 裡面的歷史也好 這些生命的這些繁華也好 希望都能保留下來 生命的意識也都能保留下來 或者一炸掉 重組那個不破事 輕而易舉的事 所以呢 現在是整個帶著千和靈王王主下界 宇宙間最偉大的神 才敢跟著誰跟著創組下來 他跟創組都發了事業 創組也保證也約定了 一定找到各位把法交給各位 傳到你的面前 好 希望你能將個幹嘛帶回去 你帶著宇宙更新的法 不再沉住壞 你宇宙不再沉住壞 你的完全新的 這個是不可思議 當然三界人間這邊 人壽應該不會再沉住壞美 整個生命到八萬歲 這個就是也是不可思議的 嫌棄後面的因素跟背景 你如果沒有這因素背景 何來八萬歲 很多人都猜不透 親債公共的就好了 沒有這回事 全部都有原因有根源的 我以前在解千基的過程裡面 各位做筆記 筆記把筆記起來 把各種原因 各種背景因素錯誤起來的時候 你會驚解 整個天積蟹靜 在天積蟹靜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自己如何來 進入 你已經知道你是誰的時候 你其實已經不退轉了 你進入第八地菩薩的不退轉 事實上 你遇到這根本大法的時候 你一生補促 你就是即將從左活了果位修起了 活成大法 活成大法 就從活了果位修起的話 當時有跟朋友在聊到這個主題的時候 就是我們每次問了一句 你何德何能啊 從佛的果位修起啊 那些過去的羅漢菩薩 這些修煉的過程都不用了 什麼累積之兩 其實累積已經吃了無盡苦 修了無數的寡門 今天這個宇宙跟不動啊 這空船 這些過程都不用了 直接講 直接從佛的果位修起 所以從果位修起的時候 其實打開天氣太大了 以前要悟多久啊 悟幾百年幾千年才悟到了你啊 直接幾句話就打開了 直接就傳給你了 不用你去悟了 為什麼因為帶來的來歷 吃了苦太苦了 這個太遙遠的日子裡面 各位已經修了無數無數無數的這個時間 漫長到不可思議 所以今天呢 創作真正的真正的紅船 這個宇宙跟不動啊 就直接打開 直接給你了 所以他這個創作在中國大陸 他開始紅船的時候 還有白華祖籍 各個深山中的高人 派他們弟子趕快下山 為什麼 他看到聖人快要出事 趕快去紅船這個氣功 以各個活道 啟門公圍啊 各種修了形的畫門 全部在中國大陸內整個鋪開來 當然借用氣功的名義啊 所以在老水環巢的時候 創作開始 彌勒生開始傳謊的時候 也用氣功的名義啊 所以各位可能聽到氣功 可能就瞧不起氣功 氣功那就是健身啊 練練身體啊 這個公園到時候練練身體就好了 事實上不是啊 因為在中國大陸無神論嘛 所以不能講太高的這個神火的東西 所以用氣功的名義啊 大家好接受 好不可思議啊 這個大法在這個創作代的這個氣功呢 在中國大陸七年就一人得了 不得了 所以遇到了最大的考驗 就在1999年7月呢 整個在神安排的最大考驗開始了 所以1999年7月呢 創作閉關了九個月 就是承擔什麼事 天象變化 後面還有更大因素 就是整個宇宙呢 非常龐大的黑暗物質 邪惡的物質 這些敗壞的沉住壞 沒有最壞的東西呢 全部壓到地球來 因為創作要去這樣 紅船宇宙根本大化嘛 要救度這麼多全世界的世人嘛 這些宇宙的神呢 安排呢 就是要把宇宙更新 把這些壞的東西全部壓到地球來 讓創作主來承受 從此用自己的身體也把這些物質 抓住到自己的身體 用九個月的時間裡面 去承受這一座壞壞物質 身體被炸碎的無數次 難以想像的九個月裡面炸碎無數次 法國議員家 從法國的五百年前議員家 諾查他們是看到震驚到不可思議 他術名中看到這個不可思議 整個就寫下來所謂的這個 他的諸宿激動1999年7月這麼大事 還特別留下了復活節的 Easter 希望他們的這些歐洲的皇室 老百姓 子民們都要記住 一定要去記住 這個創世聖人 他講出來救度世人 救度宇宙的一切的生命 一定要想辦法記住 叫Easter 復活節 屬兔的東王聖人 當然那顆蛋 那個彩蛋之上是一顆鵝蛋 那個鵝蛋是刻了一個所謂的一隻鵝 生的一個鵝蛋 上面竟然刻了 神已來到王 就是聖經起屬如中的王王之王 這也出現了 出現在中國黑龍江的一個農場裡面 隨著創世主出現這些行為都打開來了 這些天際我們在跟各位講的Easter Easter 復活節的真相的時候 也都打開來了 創世主的承受到不可思議 各位有一天 事實上不想有一天 創世主曾經說 各位圓滿回去的時候 以神的一輩子 永遠報答不了創世主為大家做了事 各位還沒有看到還沒有感覺到 創世主到底為了我們所有人類 可以承擔到什麼程度 為這修煉人承擔到什麼程度 大家可能還沒有感覺 因為做人嘛 鼻舌身整個停留在這個空間裡面 混在這個空間裡面 都沒有感覺到那種震撼跟驚醒 很容易一下子就又迷失掉了 所以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是 為什麼創世主特別講到說 修煉人這是你的最後一事 希望這計畫還能進行一些人 真的是 創世主也特別叮嚀這些得法的修煉人 趕快豁出來 豁出來 這是一個主動的走出來去講 前面的紅船宇宙根本大話 因為這牽扯到事業的問題 這牽扯到我們前面也跟各位提到這個事業問題 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事實上我們今天用幾個意言 各位講到先知 美國先知真理 人類的希望在東方 2019年所謂的東方聖人 這個偉大的世界重要領袖 整個能力整個打開來了 他的能力更大的強大的打開 還有所謂的我們華藏金剛上司 他親自看到了聖人直接出生在台灣的事 聖人直接就出生在台灣的事情 這所謂世界的宗教領袖 所以現在其實各位 你有言聽到我們 我一曾跟你介紹這件事情 各位趕快趕快趕快去找到 彌勒聖人的法 宇宙根本大法 早期用氣功名義 各位可不要輕視它 其實讓它的內涵不可思議 它主要最後的經典 其實它用的是一個大法 是一個什麼 主要的經典是叫撞法輪 然後跟我去找到它 你就會知道它在初期 為什麼叫氣功也要叫做大法呢 DF這個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因為你從此早就看到 未來要打開 所以它其實到1997年11月15號 親自到台灣來 沒有跟任何人講 沒有跟任何弟子講到底為了什麼 事實上它的宇宙振華的天氣 你通通沒有解開 一直到來台灣以後 在1997年11月16號 正式開法輪中 在三星國橋基隆路的三星國橋裡面 整個炸開了宇宙振華的天氣 過去沒有解開的謎 一下子整個陸續開始就從台灣打開 為什麼 因為子威聖人在台灣 所以他來到台灣要去看的是 所謂的彌勒夏世 冥王初世 這個子威的所謂的弟子 在他的修煉行列裡面 他要看看這位子威 到底是蛇荒的小佛子 這個是很有意思 所以他在日夜潭過了一個晚上 來寫下一首詩《遊日夜潭》 其實也是在典型這位子威興明 這個是很有意思 一潭冥霧水 煙下漾己灰 身在亂世中難得獨自眉 台灣這個寶島不可思議 這個民主復興的基地 整個是世界 其實是世界所有生命 所有眾生生命 整個得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台灣人 台灣的老百姓 很多世界非常多的外國人 非常喜歡台灣 因為台灣真的是非常的淳樸 台灣的老百姓們真的是最很好 對人都非常好 這個是真的 我們真的是不可思議 怎麼會還有這麼好的民主這樣的人在台灣呢 這個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當然這些我們未來整個天積打開來的時候 在全球炸開來的時候 這個事情就恍然大悟 恍然大悟 就像大悟魔術 他事實上有神通的 我們這邊各位講的 這是創世主親自 跟弟子講破天積 神就是留他這樣的一個 一個心性非常好的一個人 來講 來演出什麼 演出神通 但假借魔術的名詞 來講 來起悟大家神的那一面 他有這個能力 我也是人 我為什麼沒有這個能力呢 你可以想想說 事實上怎麼一回事 當然他在整個 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把天積都打開來了 所以他旁邊有一些小麻煩 可是各位也不要忘了 他事實上他是真的展現神通的人 有神通的人 當然可能他自己 所以我們前面有講過 三十多歲的 三百多歲的年輕人 連三十歲不變了 為什麼 他已經三百多歲了 甚至更高更久了 幾千歲 一千多歲 兩千多歲都有可能 但是都不能跟你講就對了 所以很多事情 到聖人間來正式傳法 法正人間也開始要打開的時候 所有的天積會陸續打開 各位會看的 聽到的 都會目瞪口呆 不可思議 現在前宇宙的眾神 都生進一顆眼睛 曾經描述的清清楚楚 整個龐大宇宙天移 大大不可思議的神 通通在注視著地球上的 所有的人的一極動 尤其這修煉的德法的地質的一極動 因為這牽扯到他們 他們的宇宙的存活 所以才有那個所謂的那個 主啊 終於醒來了 他們那些佛啊 成成成成不可思議的佛啊 松了一口氣 他的這些 他的宇宙天體的這個龐大世界的佛啊 主啊 終於開始靜靜的去這樣修煉了 他們才有得救的希望 要不然一直混日子混下去 被人的這個情人的這個空間帶動了 還有啊 啊 皮皮皮皮皮皮皮 麻木不仁哈 皮皮皮皮皮的皮的 只是應付生活 其實就違反了事業 甚至可能會非常危險 因為危險的話 天體的世界中生也未在旦夕 所以今天借用這個 我們講到紫薇聖人在台灣 其實這是一個很明亮的主題 希望大家呢 趕快去找到其他的資料來找到 我們這個 我們跟各位介紹的米勒下士 找到了米勒下士 你就找到紫薇了 事實上你可以 可以講說不用找紫薇了 事實上他也不過是一個 千萬的修煉的地址中的一眼而已 他做的就是前面的紅船大航的事情 跟大家一樣 各位得法以後一定要紅船大航 介紹給旁邊的人 哪怕一個半個都可以 你就盡量去講前面的打開 那維成我們現在做了好多的這些 所謂的Youtube的這些影片 包含很多圖片 各位就可以拿去用 趕快的介紹給你的好朋友 趕快來了解 趕快得法 你買的書送給 把綜號輪送給你的朋友 就可以網路上 可以免會下載的綜號輪 各位可以找到他 找到這個創世主就對了 找到創世主 你就是找到了回家的路 找到回家的路 你就可以這樣 得到宇宙根本大法 這是所有生命 所有生命最最最最重要的 這一刻最後一世 大家最後一世 最後一世的最重要的是 就是得法 趕快奉船大法 介紹四人 揭開天機 揭天機 為四人知道 介紹給四人知道 你旁邊的朋友 都跟你一起下來的朋友 太多太多 你們要趕快 不管你用email line也好 全世界現在已經變成結合議題了 一個line 點下去就是在美國的朋友 一看才幾秒鐘 記住啊 這些安排 都是為了各位的 極速的紅塵大法 把這個宇宙的創世主 這彌勒勝的傳法的事情 在全球炸開來 不要管這些現在政治層面 現在責任的經濟貿易的層面 是怎麼樣 通通不用去管它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趕快得法 趕快得法 趕快去得到宇宙根本大法 找到這本傳法輪 它已經翻譯成非常多的國家語言 30幾國家的語言 這個疫情書籍 台灣疫情書籍 出版了很多的國家語言 這些書的翻譯通通有了 然後這些書籍也都是一樣 各位可以去買 可以到台北橋下疫情書籍書店 可以買在網路上一樣 可以訂購到這些書籍 台灣的前省 全球來了 全球你在博客來 可以前手拿到這個書 博客來訂貨 他全球可以 在香港 澳門都可以在Celeban 直接拿到書 訂完貨 書給你送到這個Celeban去拿 在台灣的話 那真的是方便到不可思議 各位記得趕快去找到這個 宇宙根本大法 狀化輪這本書 然後你就打開以後 你明白了以後 趕快入戲的海外講話 趕快去看 趕快進入狀況 你直接層次一直打開 現在這次方便 這個創世法王 彌勒神 傳的是非常方便的方便法門 你一得就直接打開來了 不用你去霧 去修了那麼久的東西 全部都炸開 所以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微塵一路介紹那麼多的 也許包含過去的佛教經典 重點也是起悟 從不同角度來起悟大家 看到 看清楚 我們人間的天際正在整個大海了 這就是一個大覺醒時代 所以我們今天借用幾個議員 美國先知議員 華藏金剛喪失議員 所謂的最被土的議員 包含這個武侯百年戰的議員 包含的百年 劉伯文的百年十悲四三 甚至這個燒兵戈裡面的議員 其實全部都聯貫在一起 通通指向於彌勒下次冥王出世 各位是跟彌勒有相當的議員 而且結緣層層下走 跟著彌勒下來 跟著這個創世主一路下來到現在 所以為神也出了一本書 叫《後起思路時代的望往之王》 直接打開這些議員 所以議員的天際 我們也做出一個A3的一個 所謂古聖先賢的議員總會集 各位也可以在我們露天的網站上 可以買到這個資料就對了 那個博客來可以買到這本《望往之王》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還這個 整個先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來訂閱我們這個圍城的頻道 圍城的頻道 事實上我們都輸在三明書籍 這也可以買得到 然後博客來這些 這個也可以 都可以訂閱得到 希望大家來分享我們的視頻 這個是新的視頻會一如線的打開 這是一個大絕線的時代 希望大家來參與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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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